怀表 想起来了 一块怀表 真是一块好表 居然能挡住子弹 丫头啊 我带过的所有兵当中 陈亮的枪法是最好的 不过这次 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哪 他得一枪打中这块怀表 你到现在 还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 他让我一直看着他 世音同志 我得正式地向你道歉 当初陈亮我们商量方案的时候 就确立了保密的原则 当然 这保密的对象也包括你 不是组织上不相信你 是怕你知道的太多 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你 臣俩心里都苦啊 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你看我这话说的 应该说你们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毛毛 毛毛毛毛他是为了 她前 prereara 为了我们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牺牲的 他们 让一个六岁的孩子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们有罪呀 好 书长 这衣服有点奇怪 怎么这儿会有个兜呢 是辰亮 好看吗 好看 这新景红又好看有威风 就是有个缺点 没有地方放林前和嘉明钥匙 好吧 这让我来完成 你 没想到 他自己缝的都自己用上 这些特务太可恨了 居然向陈亮提出这样的要求 陈亮是个优秀的侦察员 有名声在外 如果他不这么做 肯定通过不了他们的考察 我真傻 这么长时间 居然一点都没看出来 丫头 不是你傻 是陈亮太有本事 戏演得太好 你还记得吗 以前文龙团排大戏 还专门请陈亮过去演主角呢 陈亮故意把车留在了现场 我想这辆车已经是特有提供的 在最后的关头 陈亮都没有和你说什么 那是因为他怕车上有什么窃听系统 怕你们的谈话 被敌人监听 我们对这辆车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窃听设备 他们还老是鼓吹 有什么强大的科技神秘的仪器 都是骗人的 目前对移动中汽车的监听 他们还没有做到 二号所长 能不能给部队的技术骨干下个命令 把这项技术我们先攻破他 好 如果这项技术攻破了 我看哪 第一个先给石云同志用 老丁啊 我是老陆啊 怎么回事啊 我还没有去单位就听说 石云同志 是啊 石云同志牺牲了 对不起啊 陆大姐 老丁 我现在很忙 一大堆事等我处理 我是焦头烂额呀 我知道你忙 老丁 你就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是谁的责任 是那领导会去追究的 我只关心我自己部门的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太不好了 就在谭老家的楼下 谭宗培老先生 那是我们党正在努力争取的 重要的民主人士啊 我还听说 谭老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当场就吓哭过去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请医生啊 老爷子 您先喝点汤吧 姐姐 把流沙给我叫来 好 好 流沙 你坐下 太公 您没事了吧 我问你 那个季老师 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不都告诉您了吗 我在问你 我希望你如实地告诉你 说呀 今天你如果不如实告诉我 可别怪我老头子 出而反而 我马上给公安局长打电话 外公 您不都答应我了吗 我问你 他是不是你们那个组织的人呢 你怕什么呀 你们那个所谓的上级呀 他们没人敢把你怎么样 只要你在我这 他们谁也不敢动你 是 我们曾经在一个基地受过训练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你们在一块受过训 能不知道在叫什么吗 我真的不知道 暗号 教认计 那个叫石云的女公安 你以前认识吗 Turnt 不认识 那个季老师也没跟你提起过 没有 好 好的 报告 进来 报告局长 在现场附近 我们找到的一处空房子 二楼的锁被撬开了 屋子里十分的凌乱 到处都是尘土 我们发现了些痕迹 可以肯定的是 两天之内绝对有人去过 有没有惊动附近的住户 局长 放心 我们是画了变状去的 好 李雪芳的情况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一直看着孩子照片哭 二十四小时有人看护 双人双岗 局长 我能申请去看一下石姐吗 石云她很好 现在最好不要去看她 动静大了不好 局长 您真是神机妙算 幸好安排了咱们那么多人 要是群众跑到前面 就会发现石姐中销是假的了 你这个鬼丫头 你怎么知道她都是我们安排的 管住你的嘴 是 请帮我接一下二号首长 喂 我是老丁啊 怎么样老伙计有时间吗 咱们找个地方去喝喝茶 咱们走 学姐怎么样 潘老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他说谢谢你们来看他 可是他现在还不想见客人 我是听你说的吧 谭老师有好茶呀 对 好茶 我以前喝过 怎么样 学姐 给我们泡点 那您二位先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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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见到 您二位还是先请回吧 我觉得今天见谭老 时机不太合适 如果见面的话 会加重老人的心理压力 不过二位请放心 谭老的身体很好 不会有问题 这是谭老的意思吗 是市委安排我在谭老家照顾他 这个我先留下 以后我会做谭老的工作的 您二位还是先请回吧 好 老爷子吓坏了 他好像很在意 那个被打死的女警察 还问我黑条客的身份 你怎么回答的 我告诉他是组织里的人 他没问你黑条客的名字 问问 我说我不知道 确实也不知道 家里还有别的情况 上午市里来了两个电话 都是薛姐接的 刚才家里又来了两个客人 老头子不肯见 客人又不肯走 还管薛姐要茶喝 不过看样子 老头子是不会见他们的 都ARD 拜拜 坐下 哈哈 快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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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都不奇怪 他毕竟受了十年的训练 如果大陆的公安能够求助他 那我不白训了他十年 但现在问题是他在追杀陈亮 我刚刚听说就在大街上凶追不舍 万一要是被公安局打了黑枪怎么办 他是为了石云 石云 陈亮的那个公安媳妇 对 现在就是他 为什么 这里面的全金你就不用知道了 可是 我觉得你应该制止他 只有您出面才能制止他 陈亮对我们很重要 这一点我已经跟你汇报过了 何况 他刚刚通过了我们的考察 这么重要的人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这不很好 看看他们两个到底剩下谁 可是 陈亮毕竟是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才得到的 这有个屁用啊 这和秘密图纸的终极目标来比 根本没有 但是 我还是觉得 您应该制止黑道Q 因为陈亮 毕竟是史密斯那边想要的人 我不能和他见面 因为不是时候 当初他要我的命我都没有杀他 因为他至关重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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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硬无比的怀表 我应该感谢你的父母 他们传下来的这个宝贝 救了事 你是说那枪打在怀表上了 我们交过手 你没那本事 除非你现在就能正义给我看 你 这么一个我看 你根本不想试我的想法 你是想趁机杀了我 什么 你明知是记忆 你为什么还这么做 你知道我为什么 他如果你现在还不相信我 来 现在就要我的命 谁啊 学长 快快坐坐 好多了能下地了 好了全好了 问的话吧 我想参加工作 你现在可是没有身份 这个样子要走到大街上 非得把他吓得不可 局长 我知道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人 可是形势这么严峻 我待不住 我真的待不住 那我现在就给你个工作 太好了 石云同志 谭宗培老将军 是敌人秘密图纸的终极目标 他们试图 让黑涛Q策反谭老将军 胁迫他离开祖国大陆 造成恶劣的影响 其目的是破坏我们党的统一战线 我分析 从特务掌握的情报当中 他们还不清楚 谭老将军有你这么一个外孙女 但从他们命令陈亮 在谭老家向你下毒手这件事看 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情报 他们会想方设法地 把这个情报传递给谭老将军 让谭老对我们党产生仇恨 组织上对谭老将军是非常信任的 希望他能够明辨是非 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是我们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 那就是你 我们希望你和你的外公相认 用亲情安慰他 安慰他 鼓励他 局长 怎么 还想不通 局长 您了解我 感情上我做不了家 我怕 我怕我和他见面 结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好吧 我现在就命令你 执行特殊的任务 从现在起换个身份 做谭老经经家的厨师兼保姆 知道了 做下准备 两个小时以后 开始工作 我是一剑佛 你 轻点 有你怎么得在剑佛的 干嘛你不传言的 我看得很清楚 刚才你举刀的时候 要不是念这份亲情 你的手艺只会这么长 你的枪法不错 你的笑话不错 这边 你打了我实际枪吧 连毛都没通过 你这么说 你这个最要把面 刀的 但这边 我当时 我会说 你不经厉害 这个 你要不认识 我 在里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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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领啊 你不行 小叔 这样 我陪你一起等妈妈好吗 行 能让叔叔到屋里等吗 不行 除非 除非什么呀 除非你会讲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子 你下来了 政府啊 怕我给您做饭的时间太长 您吃腻了 所以想给您放放口味 所以今天加开了一位同志 这就不一样 有啊 您呢 就听政府的吧 政府也是怕有坏人 老爷子 这就是新来的小肖 小肖 她这是前两天睡觉的时候着凉 感冒了 她说第一天来就感冒 太对不起您了 又怕传染给您 所以就 没什么 小肖 感冒了嘛 就得吃药 我这儿有药 谢谢 肖老师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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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肖老师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太好了 是你指使陈亮 在谭老将军家门口杀死的诗云队吗 兄弟 是你呀 你吓死我了 我锁着门你怎么进来呢 回答我问题 我不知道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我知道你会阴阳怪气的 我也知道你很抗大 但是我今天不想跟你说废话 去死吧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 是我是我 是我这是他们干的 我也是完成任务 谁交给你的任务 谁 上边 上边是谁 不说 好 我成全你 你打死我吧 从我接到任务那天起 我就知道我早晚是个死 早死一天是一天 省得我成爹低音吊胆的 我是个文人 不像你们会打打杀杀的 你开枪吧 我等死了 死都不肯说 他还活着呢 小鬼就在广州是吗 死都不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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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活着 死都不肯说 死都不肯说 死 President 他真的还活着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眼睛啊 很像我刚认识的一位朋友 这位新朋友 今天早晨被人害死 就在我的楼下 刚才我就想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可到底是你们的阴谋 还是他们的阴谋 我还不知道 所以 我想看看你的脸 如果你不摘掉口罩 那我就当你是我的那位朋友 快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啊 我一直活在深深的忏悔之中啊 当我看到那个朋友被人打死之后 我的心啊 忽然疼 市里的领导 派了一位医生 医生说 我是心脏病 叫我到医院去检查 但是我没同意 我知道我不是心脏病 我是心病呢 我是害怕呀 害怕老天爷 不给我忏悔错误的机会啊 小小学姐说 你姓萧 对吗 如果你是 萧柳云 我的外孙女 那你就摘了口罩 让我看看吧 柳云 刘云 难道真是你吗 你还活着 柳云啊 再让外公看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